歡迎回到發達廣場的時間 俄西邊的嘉賓 繼續是耀才證券研究部副經理陳偉聰先生 Jason 你好 如果大家有關於股票的問題想問Jason 現在開電話來 20466 現在和Jason先看看大致走勢 現在升幅422點 19,447點 升幅是2.2% 成交額方面是307億 成交量方面有66,000多張 而掛企指數方面9564點 升幅227點 職月期指方面升幅482點 19,482點 高稅是35點 剛才和Jason說內地食品股 繼續跟Jason跟進相關股份 今次想和Jason說一說編號606中國糧油 我想說他剛剛發了一個半年的刑警 預計截至6月底 半年的純利將會顯著減少 主要是因為中國方面 國際市場大豆方面的價格會上升 變相他的成本就會增加了 加上他做那些油 基本上賣給普遍市民時 不能夠加價加得很多 變相他這個消息出來之後 昨天的股價都是跌的 現在這一刻跌的是5.6% 正在做4.2% 那你怎麼看這一隻股份 或者這個新聞 你說得對 你見到本身這間公司 做的業務 都是以基層市民為主的那類產品 包括一些食用的油 還有一些大米 甚至乎你說是一些小麥加工的產品等等 這些和民生息息相關的產品 一來就是中央方面的政策 都對於價錢都是有相應的控制 另外就算你看得到 好像今年國內的通脹是回落了也好 但實際上對於某幾類的農產品方面的價格 其實那個回落幅度就不是特別大的 當中你看到大豆方面的價格 今年的上半年都還是有個回升的情況 所以你見到本身以一個油加工 大豆油這方面的產品為主的業務 一旦見到大豆價格都是有個明顯上升 特別在國際市場要採購一些大豆回來的時候 當成本升得比較多的時候 對於它的毛利率都有個幾大程度的壓力 你看到這間公司在上一年來講 業績出來是出得不錯的 都是因為毛利率是由6%顯著提升到8% 就帶動得到整個盈利的增長 但是如果你說去到今年整體的毛利率又要重新授押的話 其實對於它的盈利來講 都會有個幾大負面的衝擊 還有這間的公司大家都要留意 因為本身它都屬於一些比較高負債的行業 很多原材料那類的農產品都是由海外方面賣回來的 當你在海外賣回來的話 意味著你所給的錢就是一些外幣 一些美金等等的貨幣 如果你說之前那幾年人民幣的匯價升得快的話 變成都令到你整體那個採購成本 或者整體那個外國的債務方面 都可以叫做減輕了 但是你看得到今年第一季 國內的人民幣的匯價就沒有之前那幾年就升得那麼多 意味著它這個人民幣相關那些的匯對收益方面 都有個明顯的減少 這兩個原因就是夾擊底下 都令到這間公司都要出個刑警 如果你說今天先出個刑警 股價都有個大幅被拋售的情況的話 我相信整體那個表現在未來的一段日子 都未必說那麼容易可以扭轉回來的 所以如果你說這一類的食品股 特別是以加工為主的業務 這類的公司 大家都應該要先付一付 但始終都是一些食品 任何時候都要吃都不是周期性的股份 但其實長遠來說 會不會說這些股份其實都可以買 如果你說真的在說 食品股其實就大概分兩類 剛剛說這一類都是做一些叫做中油加工那類的業務 做加工的話 很多時候都要受到成本壓力所影響 所以就算你說現在社會上 對食的需求仍然是大也好 但是如果他們加工的過程 所牽涉的成本都是高的時候 其實對他們的幫助就不會說太大 反而如果你說真的看好 國內那個食品的市場 那要選擇的股份 就應該買一些以下油產品為主那類的公司 當初之前都經常說的是 旺旺康師傅 甚至乎你說蒙牛這幾類 相關性就會比較高一點 好,說完這隻股份之後 再說另外一隻就是蒙牛 因為自從中國糧油 執掌了蒙牛之後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改革 新聞出來了 最近就一個就是蒙牛去到宣布 就是和國際有機的股份供應商 就是愛事神希 達成了一個戰略的合作 這個意思 就說接下來就會分享兩個相關的經驗 推廣一些語業的合作 引進歐洲方面的語業管理系統等等 但你有消息就說 其實原來他們兩者的合作 早在幾年前 六年前已經有這個合作了 那為什麼現在才來講 大家會有這個合作呢 會不會因為有些隱憂呢 而現在派定定心軟呢 現在蒙牛魚業做價是升0.2% 20.4% 問一下Jason 對於這一隻 之前都有很多不同的負面新聞在這裏 今次公佈這樣的消息 強調一些什麼好處 其實是想讓投資者有什麼訊息呢 可能在六年前的合作 都是一些策略上、戰略上的合作 但是今次就是丹麥方面這間愛舌神禧的公司 就是直接買入了蒙牛的股份 以及雙方都會出錢去夾粉成立一個合資的公司 那間公司裏面一方面就可以引入一些外國的管理技術 特別就是質量監控方面的技術 都可以有機會提升得到 而蒙牛本身在國內的銷售渠道 也都可以幫助丹麥這間公司去銷售他們的產品 所以如果你說今次的收購 或者今次的合作是能夠進一步去深化的話 其實對於蒙牛來說都相對來說是有個挺大的幫助 因為始終之前蒙牛最為人質疑的地方 就是他們那些的乳製品 特別就是牛奶方面 很多時候都傳出一些有問題的產品 一些致癌的物質 都令到消費者的信心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如果你說現在引入一個外資的技術 講到明說歐洲方面的生產 其實變相都會令到國內居民 在買牛奶方面的時候 那個信心都會有機會可以提升 所以你說今次這個合作 我自己看都應該是比較正面一點 好,謝謝Jason 在這個時候就聽一下家庭觀眾對於股票的查詢 曹小姐是米,你好 是,你好 是,你好 我想問,那個長實,1號長實 是,1號長實 94.1買了 是 之後就跌到86,現在再起回 如果應該今日買了它 還是等星期二呢 是,就是想在星期二看看 會不會什麼時候,什麼位呢 應該沽出才對的 現在就是在做94.5.5 現在升上2.1% 其實也有大行說 本港下半年的樓價就會跌半成 但就強調地產股其實都是吸引的 Jason,你怎麼看這隻1號長實呢 我看到長實在 之前幾天就在將軍路推新盤方面 大家都看到它的赤價 都只是貼近一個二手市場方面的組價 今次的定價就不是特別高 這方面都會不會反映了 就是,長實方面都對於未來的樓價 都可能會是有少少保留 當然,如果你說樓價做得不是太好的話 對於這些地產股一定有個影響在 但是如果你說以一個樂觀少少的角度來看 其實都可以想回 就說未來新政府上任之後 都應該會有更加多一些新的土地 會拿出來拍賣 會拿出來招標 如果你說是長實方面 去想想現在是儲定一些彈藥 等未來可以買地的話 所以它現時以一個較為低的售價去推盤 其實都屬於是程理之內的 最重要就是見到本身這間公司的質素是不錯 另外說現在的股價方面 跟它的NAV的折樣也有接近五成 當然以現價來說 我覺得就不是特別貴 所以如果你說本身這些位置附近買了的話 暫時都可以先拿著 我自己看它的股價 接下來是有機會上回一百元樓上 好,麻煩Jason詳盡的解釋 也多謝曹小姐的電話 這節時間就差不多了 要跟Jason做一個申報 剛才說的股份自己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持有的 好,謝謝Jason 接下來第二支 也要繼續有另一位嘉賓 跟大家見面 我們休息一會